好的主播 畫面中可以看到民眾手上捧著鮮花 還有手搖引 一見到家人安全歸國 現場的親友終於能夠放下行蹤大石 洋溢的笑容更是斜滿整張臉 而機場大廳內旅客們臉上略顯疲態 雖然這幾天幾經波折 不過最後還是順利回到家鄉 一下飛機就緊緊抱住導遊 嘴上還不停致謝 要感謝他們這幾天在當地的辛苦照料 先帶您來聽一段旅客的最新訪問 就是在空中爆發的時候 從以色列歸國的旅客難言喜色 旅途過程中更是頻頻直擊 天空中的飛彈找到攔截 更直呼能夠安全回到家鄉相當開心 同時也感謝外交部隊 置臺旅客的協助 以上是我們掌握到的最新消息 時間盡頭就完棚內主播 大載近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 我知道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到時候'' 歸中路 稍後 冷門 我 聖點